陆时乡公所推动公墓公园画像上争取获得了五千多万元的经费 在110年法宝动工新建的那股墙工程式顺利完工 今天上午乡公所邀请了高雄佛光会副主持 会照法师来主理为那股墙地藏王开光进行净洒其安 场面庄严肃目 复原社区以及复原国中股队股声开场气势磅礴 乡长万德余贤委员林云芬等长官贵宾共同拉下航布条 日子乡公墓公园画那股墙设施也正式完工启用 日子乡公所推动公墓公园画 为了解决第一公墓饱和的问题 虽然乡长陈静光向上争取获得五千多万元经费 并且在110年发包动工新建那股墙 虽然期间工程作业出现波折 最终也都顺利克服 与会的上级长官代表也给予肯定 公园画公墓就是说有公园画 后续这边代表会是真的是要求乡长 能够种种花花草草树木 以后有个年轻人也可以来这边约会 对不对 我想公墓公园画是我们所有未来所有的趋势 我们国家的趋势 那公园画之后也希望它能够跟我们的这个生活 能够相连结 让我们感觉它不是跟我们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一个地方 那县府呢也不款了350万 那来做后续的一些建设 那为的是什么 为的就是希望说让我们花东南区的乡亲们呢 有一个舒适 有一个让亲人呢可以很舒适居住的环境 那这个公墓公园画的建设呢 可以让我们的乡亲在接近亲人的时候不再这么害怕 乡长吴万德致辞时表示 又是乡纳谷墙建造分中西市两种信仰方式来提供乡民选择 中市市以八卦形式呈现 贵位数总数为6098个 中市共有2770个 西市共有3328个贵地 预计可以解决至少20到30年的瑞穗乡民殡葬需求 有新的纳谷墙 就可以在未来2030年 满足瑞穗乡民对殡葬 纳谷设施的需求 另外 也可以避免 每年扫墓登山月嶺 清理杂草灌木之苦 这也造成我们今天启用 一世的诞生本处 仍有许多不足之处 我会继续努力 争取上级政府补助 达成乡民的期望 整个纳谷墙完工启用典礼式以中式佛教祭 来进行 担任主理的博光会副主持 绘照法师 以菩提水洒进其安 并且为地藏王神钻向开光 场面庄严树木 三公所殡葬管理所表示 未来也计划推广环保树葬 倡导圣中追远的传统 以及公墓环保概念 记者石玉兰瑞瑟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划